冰河禁区卧底模式如何秒匹配 众所周知 现在想要进入冰河禁区玩进阶卧底 可以说是难如登天 有人甚至匹配一小时都进不去 不是哥们儿 这你也太有耐心了 言归正传 这冰河禁区作为卧底模式的温床 并不是因为玩的人少才进不去 恰恰相反 就是因为玩卧底太多了 所以导致长期间匹配不进去 但问题不大 如何做到秒匹配 答案只有一个 那是错过45万占倍值进入正常进阶模式 一般来说带把卓越武器 外加一件六级甲 其余随便带点破冻烂铁 就能错过45万占倍值 此奖励天赋选择这个 外加装备保护 既然我们即便被淘汰 也有双重保护 此时这个暖心男人 就会出现把你装备捡回来 那么理论上来说 连续挂4到5把 才有可能真正掉装备 而进阻之后我们要做就是 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卧底 开局直接挂几两分钟 等真人玩家都下伏就去了 我们按照上次的跑图路线 摸进就可以了 怪住就是需要携带 45万占位值镜图 同时人机看到我们会攻击我们 其余还是跟正常卧底玩法一样 相比起一小时都匹配不到卧底区 前这道假卧底防滥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实际是 冰河禁区的油桶 进行了一次暴力暗改 现普通模式的油桶无法爆红了 而进阶地图油桶暴力也被下调了 但是挖机后面的箱子 暴力还是高得令人发指 屏幕前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